小紅毛 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007 永久AV女 第三站 我的聲音 上次說到遇到個日本人 剛年輕 和我遊花園 不過他的樣子越來越年輕 從五十歲變回三十歲的俊男 我跟他去到出名的歌舞伎町附近 周圍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那晚氣溫只有十度以下 幸好我還頂得住 剛口在一個路口的自動販賣機前面按了一陣 機體完全沒有反應 但現實總是有無限可能 突然憑空咖啡機在機口出了一杯熱咖啡 還要是熱鬧鬧的 當然是一杯零咖啡 我最後忍不住走過去入錢 按了一杯黑咖啡 他望望 笑笑口地說 おつかれさま 辛苦你了 還拍我肩膀 好像是他叫我一直跟著他 那時我也不知道是好生氣還是好笑 只好走到一邊自己慢慢喝 這個時候 剛口的樣子又有些變化 他的短髮又變回長髮 從三十歲變得更年輕 現在簡直是二十出頭 原先的西裝西褲 也變了格仔襲衣 加牛仔褲加波鞋 他轉過頭跟我說 很快他們就會來了 很快 你等多一會 辛苦了 我喝著杯咖啡點一點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成為了他的拍檔 我也不需要幫他做任何事 我只是一個好奇害死貓的遊客 在等待的十分鐘裡 我跟他沒有說過話 他不時拿手機出來看 看到屏幕上的光時隱時著 他用手指尋找信息 有時候打開一些照片來看 突然之間 沒有伴奏的背景 主角現身 Oh my god 前面的一班貌似日本黑道的靈 大約有十幾人 雖然只是幾個身上有紋身 但看上去的樣子全部都空神惡殺 他們當時押著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和江口應該差不多年紀 二十幾歲左右 看上去都很美 有些印象 不過當時醒不起 那幫黑道 除了很有氣勢 幾條街那麼遠都聽到他們大叫大漾 我站在一邊看 他們沒有發現我 江口將裝滿錢的公示包放在地上 給前面的一個平頭腦檢查 他手指點點口水 然後打開公示包 不斷掃裡面有多少張銀紙 掃完都要十分鐘 之後向老大示意救掃 然後最前排的其中一個人走去江口前面 跟他說了幾句 就把個美女放了 最後揚長移去 我在旁邊看著剝花生 一場英雄救美 以交贖金作ending 江口很用力地抱著個美女 最後哭了出來 我第一次見到一個日本人在我面前哭得這麼厲害 之後那個美女都在哭 兩個人哭到呼天搶地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自己好像第三者一樣 在偷窺別人的私隱 所以我慢慢退後 然後轉身走 在那個這麼冷的夜晚 雖然還沒吃飯 但我一點都不餓 雖然好像電影橋段一樣 江口未必是英雄 不過他在他的世界 用了他的方法救了一個美人 後面還有一段插曲 我回到香港 剛才記得那晚 原來見到那個美女 是一個日本的AV女星 不過是過了氣的 後來回來查資料才發現 他在九十年代至二千年裡面 拍過不少AV 之後會拍就再沒有消息了 給大家一些提示 他的名字 有個美字的 這天就死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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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